歡迎回來第二節的港萬咬借邦 一回來就有課金讀了 真的很開心 拉菲的課金 讀一讀 英國這邊用的是木掣 不是紙掣 當然不是很硬 但也很夠用 但指音管就到到 都很濕淋淋的 指音通我有個朋友說他不能夠 因為喝可樂搞不定 那些電影都沒有了 好快說吧 說什麼 你先說了那個你沒有買的 上一個小小的消息 我沒有買的消息 你沒有買嗎 怎麼買呢 有的啦 神經病 怎麼會買 懼住 神經病 誰會買啊 誰會買啊 黃玉朗最新懼住 一年前的最新懼住 就是復刻的聚權 這一張就是他下期會送的修正版的位置 大家貼黃玉朗最新懼住出來 不是 因為我怕有些觀眾朋友不知道 因為他今期書的復刻 是第三頁 不知道為什麼就寫錯了黃玉朗的最新懼住 大家畫面已經看到這一張 所以我很奇怪 就是新的那張 他說 撕出來貼上去 那是不是現在後面那一張 右上角的黃玉朗最新懼住 這一架只可以撕出來貼上去呢 不奇怪 會送一張小貼紙給你 不知道 我們這裡應該沒有人買吧 我都沒有買 我都沒有興趣 還有 坦白說 我預計他出不出來 還有之前猜中的一二期是合併的 之後三四期合併 兩期兩期出的 其實如果他出到異天那一段我應該會買的 出到異天那一段 抄異天 但他之前合併本都沒有出那段 所以如果他出到就值得買 但照計就 你很難突然跳了差不多二十期 但照計就不出的 如果之前合併本都不出的話 不知道 有些爭議他們沒有法律風險 看下情況是怎樣 還有我覺得他有這個不出的 所以我沒有興趣買 買一套 無論中間跳二十期 所以我沒有什麼興趣 講書 虎交人 好像有兩個星期都沒有講過 我弄錯了 兩個星期就算什麼 三個星期我都忘記了 神兵外傳 我們兩個星期都沒有講過 對呀 今個星期有神兵外傳 兩個星期沒有講過 我看完我都忘記了 不要緊 講這個 虎交人 這個金期封面 金期封面 金期封面 但放在下期預告上 連續兩期的下回預告 將圖都是一樣的 排版上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就放錯了圖 龍哥在他Facebook 就放下期的封面草圖出來 就是現在畫面 左手邊看到的 紅甲版的馬哥 就是虎甲奪瑞 劇情方面 其實就講到 他們去了虎甲邦之後 又說外星人來捉人 我們上次也講到這個位置 其實上期 就講他們外星人來捉人 看中了 就說原來 虎甲邦裡面 有一些人是比較有潛臨的 有一些就比較弱的 而虎甲邦裡面 原來有些人 就成立了一個 就是 邦 教派 教派 一個宗教 叫做星理教 就說他們很喜歡外星人 覺得被外星人捉 帶走是一種昇華 而當中 在虎甲邦裡面 有一個 做電單車的人 沈娜 就是之前在潛伏過下去的 狂烈邦裡面 做臥底的一個人 在做電單車 就說那些外星人看中了他 就很想捉他 因為說他的腦的開發 是特別發達的 所以捉回去改造 就會更厲害 那傑夫和馬哥 當然是出去幫他 救他 對付外星人 跟UFO的觸手在打 這樣 那打了一下 當他們想著要衝上UFO的時候 UFO就跳了一個人出來 那原來他就是希特拉 那原來就 今期的前頭就解釋 原來當年希特拉 只是找一條屍子 就架死 其實他就想著自己著草 但走的時候 就遇到外星人 被外星人捉走了 還改造了這個 惡魔元首 惡魔元首 因為他們不是叫虎甲人 他是叫什麼進化者 他叫純種進化者 是由章魚組成的一個怪物 好像叫烏賊 烏賊 組成的一個怪物 跟馬哥打了一旗 沒什麼特別的 而 在戰隊途中 外星人也探測到的 就是林準仁 因為教祖之前 班牧師人已經夾夠了林準仁 對啦 搞過一次的 然後他們捉到林準仁 也是時候收割了 要割韭菜了 所以就影響林準仁的腦電波 令到林準仁有少少發狂 就在打馬哥哥妹妹 和貝拉 劇情大概到這兩期 你看到其實基本上沒有什麼推進過 還是在福加邦那裡 推進了就說外星人的鋪牌出來 但是你想想這兩期的東西 其實UF洛瑞拼足手 然後馬哥和他打 然後外星人打算夾走林準仁 但是有推進了 我會覺得就是因為 現在本身說的那些 原先我們那些聖過者 或者是脫變者 忘記了 是昆蟲來的 現在在外星人那邊 是變成了海洋生物 雖然之前阿拉菲爾 都是海洋生物變的 但是我看那個鋪牌 就是變成兩個物種的對決 即將會是 另外其實他還有少少資訊透露了 就是因為馬哥變身的時候 虎甲邦裡面的儀器是受到干擾的 跟外星人來的時候一樣 所以虎甲王有機會就是外星人科技衍生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呢 因為我會覺得會不會再離譜一點 是第三個 即不是這一 現在我們看到的外星人 是再另外一邊的外星人 製造出來的 應該是說 即是都是外星人做出來的東西 你這樣說 是否這批外星人就不知道 但跟外星人是有關的 起碼 這樣說 那 我就不覺得很大的特別 畫面方面 當然龍哥的畫面都不會令你失望 但都是慢 我覺得在兩期書看了這個資訊 甚至我今天在Facebook跟大家分享了 我上期書我看到一半 就回到Studio 就收了一本書 去到今天我今早買完一本《虎甲人》 打開來看 看第一頁我看著 為何打了希特拉 然後想想想 上期書我還沒看完 但我是完全沒有印象 而且我是沒有意欲去追 其實這件事是 而且我覺得反而是 這本《虎甲人》 劇情大部分來說 它不會突然很令我們嘩一聲 鼓勵不了 反而很多事情都是 預算是這樣的 他幾時爆出來 大家會覺得 差不多是這個時候了 這樣一樣 我不可以說他 這本書畫面是好看的 但故事真的 很慢 其實《虎甲幫》出場 其實《虎甲幫》出場 已經沒什麼心思追 之前爆了 即是打了《狂烈幫》之後 出《虎甲幫》 《虎甲幫》 然後他又用了一期說 《虎甲幫》 不是 用了一期說 說說林俊仁 林俊仁和妹妹的過去 駱華的故事 《蕭西的十年》 是的 那封面是很漂亮的 但那期的內容 就好像有點拖氣的感覺 當然我明白龍哥不是特地拖的 他其實真的很仔細和你交代到底是什麼事 正如你之前《一世紀的恩仇》那段 是的 《一世紀的情仇》 那段差不多兩期 那段差不多兩期 所以就說 打斷了節奏 應該是要一路進行 然後一路可能 這些回憶的東西 可能逐點逐點滲出來 就會好過你一次過講完 那就變了 因為整個節奏中斷了 你《虎甲幫》一出 然後突然轉到林俊仁的往事 這樣 我會覺得 如果《虎甲幫》出來 那一刻 是超戰開 我會想知道《虎甲幫》是發生什麼 那這個位置就被他打斷了節奏 我會覺得 還有如果大家有買書 有看的話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自己覺得他今期有兩腳 馬哥出的《卡波耶拉戰舞》 其實那幾個分鏡和動作 其實是滑得不錯的 他怎樣兩隻手撐地 然後他的手怎樣扭動 令到自己的腳可以向前發出去 好像揭尾一樣發出來 那我覺得龍哥畫這些動作 他是穿得不錯的 但可惜就出了兩腳之後 被《虎甲幫》的《虎甲幫》 抓住了之後 他就用《虎雷爆》了 那一看到《電光渡龍傳》 我又不想看了 還有什麼想看 到最後的版 我對下期沒有興趣 《電光渡龍傳》 如果《電光渡龍傳》 打不贏《希特拉》 你有沒有興趣 照到你 你看到他這個下期封面 其實都應該搞不定的時候 他又要再二變變成邪惡版 不,你預料到他的情況 其實我預料到他 電光渡龍傳是打不贏的 電光渡龍傳打不贏 無所謂的 看到電光渡龍傳就悶了 那他這次是絕招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本身 創虎雷爆的時候 就不要撞電光渡龍傳 始終我們都說過 拿個蜆蜆不夠人 這個不錯 額頭那麼大 怎樣?DK你有什麼想法? 我對這本書的想法 就已經變成了 昆蟲對海洋生物 我想的東西就是 有昆蟲又海洋生物 下次再有第三勢力的話 是不是玩鳥類呢? 不奇怪 他已經有植物了 那個什麼藍雀已經是植物 可以 豬龍草 但是 我覺得如果他會寫 應該會繼續寫生物系的東西 植物可能 造型好像不夠 可能龍哥的造型不漂亮 可能他會喜歡一些 甲具有特色的 例如張濤的鯊魚 那些 章魚 反而我覺得 鳥類的那些 會比較多 symbol 如果你陸上生物的 獅子老虎 那些 好像也太合情合理 但是你想到這麼遠 你想到已經是 如果打完鯊魚 打完海洋生人 因為我在想 黃柱 龍哥會不會選擇 可能後面寫 苦教人對海虎 立即問肥 借來用 寫苦教人對海虎 會不會想到太遠 今期已經42了 如果一年份52 我當他多幾期 多幾期 都是十幾期之內 第二輯就是苦教人對海虎 又有大白鯊 還有什麼 瓊子 瓊子 殺人瓊子 水武王 很多 那我覺得如果是 有劍 苦教人1.5 我想問問 因為希特拉之前出過 被外星人租完 他改造的時候 有出過 我剛才就 團佈恆養 找回以前那些 原來鯊魚是沒有出過人養的 出場就已經在玻璃兜裡面 其實大家有沒有期望過 這個鯊魚又是什麼歷史 又是一個很特別的身份 我有沒有 沒有 因為我不覺得龍哥會令到那個身份 對這件事很有影響 就算他是一個歷史人物 他都只是拿了一個人來用 肩膜 是肩膜 白鯊浪 所以這個 你其實是 基本上是不捨得的 很容易出事 但是希特拉 他只拿了希特拉一個人 德軍呢 你說原來他捉了希特拉 然後改造完希特拉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可以控制到一些 當年的德國士兵 我覺得還有一些用 他現在只拿了一個人 那就是忠穆的女武神 找一些出名的人拿出來打 你沒有辦法當希特拉是英靈 但是他就是同一個做法 其實拿一些歷史名人 拿出來玩 就是你喜歡沙魚 你可以在愛因斯坦 就是你可以在什麼人 那我又不算很期待 但是這件事是 對故事未必有這麼大的影響 這是真的 就是你找誰人進去都沒有影響 我希望龍哥打臥面 我希望龍哥打臥面 原來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特別是他有新編劇 我不知道新編劇 到底什麼時候會對我的故事 又有新編劇 之前不是寫錯了一個編劇 馬來西亞的 也是那個 也是那個 因為我們之前看的份量 是張達志 那你現在開始新編劇 應該是 我不知道新編劇上任了沒有 或者新編劇的那些 劇到底是龍哥有採用多少 但他出了名 就應該開始用他的劇 但是參與度高還是低 盧繼雄的名字已經放在後面 這樣 盧繼雄的 盧繼雄的 盧繼雄的質素 之前幾期我們有說過 但是那些 彩稿好像有些 好像應該是 阿健多可能用AI幫手 有機會 但其實今期又少了一些份量 阿森你會不會看得舒服一點呢 阿明哥呢 你對於一些 比較 有時候一兩格的彩膏 好像突然之間 即是你說女性的那些 特別漂亮 即是人物那些 沒錯 你怎麼看呢 我沒什麼特別的畫銀眼 我可以的 其實他畫得多一點 又沒什麼所謂 因為其實 一直都看開 人物的顏色 或者是那個感覺 即是那個立體感 沒有 一直都看開 你突然間有些 這樣變化的 人物面上的色彩 我覺得不錯 不過我真的覺得 在裡面 希特拉變的按摩元首 那張其實挺漂亮的 其實他變的按摩元首 還有他升高 馬哥的下巴那一拳 還有最後那個 苦雷爆當然那些畫面 那些畫面真是漂亮 是啊 局限於漂亮 但是故事的內容 又差一點 另外可以提一提的就是 今期苦雷人 最後那頁的廣告呢 就跟大家說了這個 刀劍兆的完全版 的第十八期 4月23號星期二就會出的 有買開的朋友就可以留意一下 說到刀劍兆的就是 我也看到Facebook好像在第二天 有人問 柳的時候說跟許景那本刀劍兆的 刀劍兆的 什麼情況 在這個龍虎門設的第四十二期 許景其實是提過 預定是三月出的 但是一些法律問題他想先釐清了 我們現在開咪的這一天 當然已經過了三月 所以可能他的法律問題 就沒有釐清了 這樣 都是說一些新書的預告 古惑仔 又來 生雞沒露 計這個八大壯士編 生死我相隨之後 就有這個生雞沒露編 有全四冊 我以為是出完八壯士的生死我相隨之後會沒有 因為之前好像說他們本身不出的 但是那些人說 想他出生死我相隨 我以為生死我相隨出完之後就完了 原來還有 因為對很多人來說 他們所謂八壯士瓜老陳 當然是一個ending 但是上一代江湖的恩怨 其實是在山雞沒露編到完 因為大東隊啊生雞 大帆隊啊地中海 但是如果這樣說 生雞死之前應該是 寒濱隊啊大東的 寒濱隊大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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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濱隊生雞 大帆就隊啊地中海 寒濱隊生雞 寒濱隊生雞 是不是 不是 大帆和佐惟去台灣隊生雞 是 但是知道了有很多暗黑之門的人保護他 那次序應該是大東死先的嘛 是 所以如果你這樣出山雞沒露 那大東那是怎樣的 如果你照牌 新世荷春瑞 之後那次序應該是大東先的嘛 他四冊 四十期輸 蛤 四十期的 你當他八期都好 八四都三十二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麼多反應 那你就寫大東 你看到他第三句都說的 大帆打地中海 航濱就殺大東 佐惟就劏山雞 那他的名字寫大 山驚活龍 我以為沒有大東 所以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山雞守美門 所以算是圓埋第一代江湖的恩怨 還有沒有之後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真的很老實 第二代真的 沒有太好看 但我有一些好奇 其實他現在出到這個山雞沒露 其實就是 那時候薄裝的大學幾個期 一千二百幾 因為我沒有記錯 我應該拜大壯是一千二百三十幾 因為他其實本書裡面有一個旗號 因為其實他們應該沒有特別執行過很多東西 因為《古學仔》那時候是不會揭開那本書 他有一點上回提要之後 他就會講《古學仔》第一千二百三十六期 有書題 那些全部齊了 因為之前如果你說牛佬和平那邊 就出到某個期數已經斷了 現在先大哥就這樣去 《八壯士》那裡就接著 其實就接著牛佬斷了那邊 《八壯士》那邊完全斷了 《八壯士》之後就生雞沒露了 到底還會不會再出下去呢 《八壯士》是一一七一期至一二七九期 但他應該沒有一一七一那麼早 因為我記得是一千二百幾期的 因為他已經是入福田那段 就是尾了三十期左右 但是他也說接著是《金尚母》《徐世妃》 那即是《修》《生雞皮》那段 都歸了八壯 即是《生死我倡》也隨便 我覺得《金尚母》和《徐世妃》都還可以出 都還好看 如果你出一半不出一半就很奇怪 就很奇怪了 但《金尚母》《徐世妃》之後 應該會跳過藍哥在腦窩那段 還是搭著的 這裏是遺跡的 但我印象中都差不多 可能有一點錯出入 之後是梁家仁編 但是已經是 說的是藍哥已經在暗角上出現了 梁家仁編應該是重選十二錯館 剛剛開始有重選十二錯館 因為梁家仁、李志高和二本無言編 之後就到老窩那篇 所以你可以預 其實《金尚母》和《徐世妃》 我記得《尾段》《藍哥》已經出來了 無編無故就在角落頭上 滋汗那樣 看著《徐世妃》 但《金尚母》和《徐世妃》 我覺得還可以 好像名字所說出一半不出一半就很奇怪 但你出下去就 真的很窄 沒有收視保證 這件事很窄的 這樣吧 唉唷 我忘了找阿俊八卦 這件事是哪件事 你說是簽名會還是七十七期 簽名會 首賣會 即是同一件事 5月5日 就在《Megaboss》九樓 《動漫一班街》 有個火鳳聯緣七十七期的首賣及陳某的簽名會 那怎樣才有個簽名醜呢 那就是 容後公佈 我就是忘了玩阿俊八卦 那現在無理都是容後公佈 下個星期 還有5月5日有時間 那都是現場買一本七十七期 我猜是吧 不肯定 又或者手賣 但他手賣 沒理由在街外 到底你手賣日那天會不會有什麼版本 或者你會不會上網訂了那天拿貨 知而此類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這樣吧 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留意一下 跑樓梯的其實已經是陳嘉仁來的 梁家仁 梁家仁 如果不是八壯士一役 古惑仔會不會長命一些 都長了很久了 第二代都很久了 只不過是不好看而已 你想想八壯士 如果我剛才才講的去到1270多期 結果是多少 2335 是雙倍的 對 其實都很長 所以後面 對 就放屁 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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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虎門 好厲害 好厲害 Dragon Tiger Gate 是 身住龍虎門的第1247期 總期數是2527期 這個 敗兵見強軍 我看完今期的書 我不知道這本書是為什麼 其實 承接著上一期的劇情 龍虎天繼續跟金羅漢打 上期 不是 金羅漢 站在那裡 躺躺躺躺躺 抱著女兒嗎 那女兒抱著她 有打的 還說龍虎天找不到我的 招門又怎麼打 都是白費功夫 但是打了幾下之後 金羅漢始終過於托大 畢竟龍虎天都是道經傳人 金鐘咒十關是應付不到的 所以金羅漢就提升功力 去到金鐘咒的十一關 再加上魚雷千佛獸 就押忍著龍虎天來打 而另一邊 原來八無崖 就一早就跡穿了 大山和斜大龍 就只是來轉移視線 真正的偷妓 偷妓 偷妓的人就是龍虎天 八無崖 這麼聰明嗎 他現在後面有火人蛇神 之前一向都沒有這麼聰明 應該是說以前廣發堂沒什麼錢 請不等到智囊 現在埋了好碼頭 有水 那邊會不會派智囊去幫他 你呢 對不起 我突然想起 對不起DK 因為羅薩嘉出名是智力低的 火雲邪神出名是智障的 我們想想一下 火雲邪神出名智障 另一件事 他可以在外面找 給錢人 去請一些有智力的人 大佬 無崖也是出名廢的 會不會是強強聯手的Fan 即是負負得正 是啦 是呀 是呀 Nixon就說龍虎天原來又沒有死 他在德哥出的 就是Archcomic的時間已經復活 已經復活了 他復活了三年 道經戰隊 對 Archcomic復活了三年 之後他就收了牌 然後今期他現在是 那個 那個什麼 責面鬼王 責面太歲 我真的不記得他們的名字 鬼面太歲和萬元皇 就去打蛇人龍 他們打了整個之類 都是完全不好看的 他無論說 鬼面太歲如何過敏 他直接過敏 給萬元皇 就是把萬元皇 作為一個武器去用 但完全沒有吸引力 因為那群垃圾 射一龍是連危險都沒有 你那種感覺就是 彎仔七虎打 現在是射一龍 我看的時候基本上覺得 找兩條彈散出來 然後打兩隻 就完蛋了廣法律和這個故事 所以其實看下去 沒有鋪排 沒有緊張性 真的表演完就完蛋了 所以你 看下去沒有什麼感覺 但這個話 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看看阿天會不會 阿天會不會有什麼意見 因為他寫這兩件垃圾 是煙四季都煙不到 所以其實不要 但是 白毛說夠狠夠狠 而射一龍的說法就是 連煙不到的垃圾都這麼厲害 那到底羅撒教有多厲害呢 他寫一龍有一個問號 但我看到的就是 你羅撒教 都是這些垃圾 是打不贏我 我 那我不會想像到你打的人 你請的人到底有多厲害 如果純粹這間公司的架構來講 你不符合 requirement 等於他請到人 是 所以他只是這兩個人 你只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他們請了很多人 填滿了位置 但有可能性 他調到要求很高 這兩個人依不到 但他也請不到人 但問題就是 雖然你可以說他有些隱藏角色 但我們現在用 動眼看到的裡面 他們叫做什麼 不要計算這班contractor 我們先計算那班perm 有哪個perm呢 魯曉 魯曉未正式回去 但他想請他 基本上這是一個內定的位置 他是像那些翻炎的 因為靠關係進去工作的廢棄 另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白毛崖 你想想他的perm就是這樣的質素 他裡面可以有多厲害 算了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推論 他出門是不是掉了 他出門掉了 所以我是完全不覺得 你明白問題就是 他是想拿他們來託羅撒教 現在很厲害 但我們再看看羅撒教裡面的人 魯曉、白毛崖 有哪個厲害 白袖 白袖 白袖只是一個柴仔 即是他拆鞋很厲害 所以 你不就讓我看到他們的perm有多厲害 要不然 你說到我contractor有多厲害 也沒用 但是我想問的就是 其實如果在漫畫技巧上面 大家會覺得 怎樣可以寫的就是 這兩條狼樣想做都做不到 但是已經有這個實力 做到那幫人很厲害 而不是 那就是都是垃圾 反正這些都是我的手下敗仗 你請回來那幫人 不見得會很威脅到主角 應該要怎樣寫才寫出這種感覺 其實 那你多數都是 一個浪一個 舉個例子 以前拳圓阿修羅 他很擅長的 很短時間 你找一個人打另一個臉 當然要有些技巧 如果不然變人眼 變了搞笑漫畫 這個是其中一種方法 我想問題就是 究竟你肯死龍虎門 跟誰人 你可以很快 如果你要很短時間 浪勁這傢伙 你一定要找一個 有上級的人 給他打殘 打死 或者打肺 這樣的話 可能會好些 但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這樣文字上形容 我不覺得有什麼優勢 因為問題是 你看羅撒教有名有性的 你再看看龍虎門有名有性的 你怎麼看都是龍虎門 壓著羅撒教來打的 你沒有意思的 雖然可能說創作裡面 不給有死人 結果就形成這個聖循環 要麼你就拆除了那些人 他有嘗試過 例如分這個 老妖 這個 石鐵的 羅撒教日本分佈 然後還有其他人在龍虎門 但問題就是很快就聚在一起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龍虎門人又多又厲害 鋼弓又試過 你弄到他們五眼六色又試過 你只能夠減低他們的人數 你要他們潛水 要很多人一起潛水 那你才可以令到人家覺得龍虎門有危機 因為問題就是很搞笑的 現在你變成龍虎門好像對羅撒教和人的戰術一樣 但如果你羅撒教的人不厲害的話 要麼你就讓他們有很多人 來車輪戰龍虎門 即是黃小虎也好 黃小龍也好 令到人家覺得他們很危險 如果不是就沒辦法 真的 不知道我自己看 我上期當然也很恥笑 但我今期反而會想的是 我覺得斌強好像很想做到 或者十萬億 未必是斌強 他們很想做到的就是 用這兩個角色去襯托到 到底現在的羅撒教有多輕盛 但是這兩期出來的效果 我只會看著這些垃圾 煙不到是合理的 那你煙到那些 比他們厲害 又未必見得比寫龍 但我想問一問 其實道經 即龍虎門天的功力 以前出場其實是甚麼級數呢 如果你覺得 我的理解其實道經 是都教主級的 可能 可能是 即是跟四大教主打的話 可能是 4.5對5.5 龍虎門天稍弱一點 因為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其實這幾期 其實有個比較就是 金羅漢對龍虎門天 而石克龍 都對這兩條恐家產 其實他們都是用金鐘罩 第十關 好像不夠打 而升到十一關 但是 比較出來就是 如果這樣說 龍虎門天是一個 差不多 較著級數 差低一點 但是 那兩個人對阿石克龍 我又覺得看不到 他的那種厲害法 所以其實 他這樣鋪出來 其實我覺得阿斌強 很差 有一件事 除了故事以外 我們很多期間之前 都討論過這本 阿斌強那本 龍虎門的畫 我真的發現了 他的畫 好像是好一點 那些拳頭 之前我們不是說 可能有些 比例上面有些問題 或者突然之間拳頭過大 或者他的手臂好像咬柴 那樣 就是內文 我發現其實 剛才我只看過今期 和上一期我都有看過 我發現人體 肢體動作 好像是 漂亮了少少的 即是他沒有之前那樣扭曲的 我覺得 我同意的 我同意的 如果整體講過 人體的話 我覺得這幾期 其實是 好了 因為之前那些 例如石克龍的拳頭 就好像整條手臂一條過 是有點奇怪的 是啊 但是我自己覺得 重點都是 到底 你怎樣可以 寫得到你想寫出來的 那種感覺 因為羅撒教 現在真的給不到一種勁的感覺 那 沒有危機感 所以DK 多了一張照片 你幫我送 你再說 而過了廣法堂那段之後 就 回到黃小虎和諸葛摩我那段 講到諸葛摩我被小虎踢到七腳一皮 但是諸葛摩我就自我安慰 他的心就不斷 叫我自我鼓勵的 就是我只是因為練功練到一半 被人打斷了 所以功力上不到最高 才被黃小虎壓著來打 但是他打到一半 他就看著 嘩真的不能夠打 所以打算夾交馬小玲 當他在衝過去馬小玲的時候 馬小玲就很害怕 就是現在畫面看到這個樣子 這一格我真的覺得畫得很差 這個面相畫得很差 即是當DK剛才說 他的整體的肢體畫得好一點的時候 我突然間是 而且我覺得這一格的馬小玲是特別差 是特別特別差的 為什麼那些五官那些東西好像有點脫脫的 他這個表情想做到馬小玲應該是很害怕 很震驚 但他這個樣子就 那個感覺就好像抹大隻眼 那樣的狀態 那樣的狀態 但是這個也不是重點 馬小玲害怕完之後 馬小玲就今時不好 他懂得八番萬讀心經 所以就放了一個萬讀心經出來 為什麼要給大家看呢 因為明明馬小玲的萬讀心經是在嘴裡吐出來的 其實老祖宗也是 好像說到老祖宗不是 老祖宗也是在嘴裡吐出來的 但是大家看看這次的萬讀心經的煙 在馬小玲屁股在那裡 就飄出來 就是在裙底下 準確一點 那到底是屁股還是西 我就不知道 就是了 萬讀這件事 就是 博大精心 我們也不會知道的 我純粹看到這音樂的時候 就覺得有些好笑的 就是馬小玲的萬讀心經 是在屁股放出來的 其實 如果他們放屁股還是放萬讀心經 他練了萬讀心經 放屁股不小心放了 就是這樣 今期的龍虎門大致上就是這樣 廣發堂那段應該還要多打一兩期 因為龍虎門天和金樂鴻還在打 伯木崖就穿了草 石一龍就打算去追究他 你們有什麼想法 想法就是 這本書傳說中可能會完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本書是誰 圓約 圓約 但是 我覺得這本書還是會繼續寫下去 圓約而已 但是這樣說就是有人接手 不清楚 但我覺得這本書那種 我們現在也不是特別說 沒有什麼追寒性 那種 整本書那種 劇情那種狀態就是突然之間 無端端 那些人就是為了要搶某些東西 然後就去某個地方 打一輪 尋寶遊戲 對 然後就有一些突如其內的高手 有很大機會就是用完職器 過度不到下一輯 但是如果用你這種說法 我突然想 現在出的博曼 有哪本是有追寒性的 虎甲盟讓我們這樣說 神兵外傳 龍虎門讓我們這樣說 神兵外傳 我們直投想說 為什麼不想說 是你不想說 可能DK想說 終於算到我看 我也不想看 兩期 出的博曼 可能出的博曼 還有張漢勝 可能是救助龍虎門 或者是 復刻忠偉雄 今天星期還有本 復刻追拳 應該追向勝也不錯 還有李超龍 但是之前好像水烏 常說會有絕戰 好像以後沒有消息 至少有些東西看 可能輸數回不了 這麼大小 他輸數回不了 都預計了 是嗎 都不意外 至少有你跟我買 大哥 你只可以代表自己說 我不開 不是 他知道我有買 所以說 但是我買了一本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買 四千本 當然不是 因為我自買 我撐不起輸數 對 阿明就說 寫過妻美的情字被馬小令死 知道嗎 馬小令死 我覺得這個故事沒有什麼影響 死完之後 不是 黃小虎拿著他的錢去玩樂 花天酒地去玩女 就沒有看頭了 不是 如果要看他玩女 要有看頭 我覺得馬小令就不可以死了 練成了萬讀心經的馬小令 足夠的黃小虎間 這樣才有看頭 這是大丈夫 龍虎們之大丈夫 我突然想到一個好三級的情詞 三級不要說了 萬遊者說 厲害 伏克罪權一開始就準備摩托對王無忌 厲害有追看性 是的 多年的書是有的 傳聞CCTV說 不用有追看性 買就可以 TV哪個回家都是收屎冠軍 那龍虎們都是書王 但是又不同的 你開電視就看到了 但是龍虎們你要付錢買 那龍虎們還是書王 他還是書王 但是如果用你這個角度 其實只要他可以買的話 什麼都不用說 沒有評論這件事 如果這樣說法 你可能 我只是想說 你相對以前的書數 跟現在 可能最高的銷量 叫一千本 叫書王 都是叫書王 不過 你跟以前是比不到 是的 那些人經常都說 都說龍虎們 現在賣了幾千書 叫自己書王 垃圾撿了他 我看著你們很喜歡的 優福龍是連他都不如的 那些書數 那些書數呢 之前我們有沒有在節目提過 龍虎跌了書 有有有 好像有提過 他說他媽寶版2 就跌了500書 媽寶版2 就跌了500書 蛤 是啊 他是不是出多了 因為有個封面特別放 因為那個白色那個封面 但是他應該是印多的 我懷疑 但他的書是說總數 是銷書的總數 跟他印多 沒有關係 如果他印多了 那白色封面 那白色封面不是特別印多 我不肯定 我真的不肯定 所以龍哥就 都有一些意外 和有些灰心 那白色封面 特別他覺得那一期 我覺得這個也有趣 龍哥覺得那一期的封面 很厲害 大堆頭 大堆頭 那封面很厲害 沒理由跌輸 我又開始在想 其實現在的讀者 是不是 還是其實龍哥的讀者 都真的還會受這套 受這套的意思是 封面特別漂亮 就是覺得會多人買 畢竟很老實的 我買港幣 其實我很多時候 不是到我看書 我其實不知道封面是怎樣的 反而你說說起 可能特別用龍哥說 封面 那之前 阿黃先生的出身書 就是那些什麼 天妖啊 天賣之前 龍虎五世 第四集 三世壽 都是找阿龍 找阿龍 找阿龍做封面 第一輯的 第一期 跟著之後 天妖也是阿龍哥 跟著就是 這個 熊十八也是 英雄十八 但是 咦 現在想想 神兵外傳 好像沒有了阿龍哥 封面創可好 之前很喜歡找阿龍哥 玩一些跨業式的 你見神兵外傳 那種出發 黃先生都不當他是 會看重的書 如果用玉記 以前的角度 神兵外傳是三線書來的 他這個待遇是三線書的待遇 現在只剩下一本書 所以是一線而已 不是的 神兵外傳裡面 封面美術 都有阿龍哥 只不過是 有沒有很 很 很特意找阿龍哥 畫創刊的封面 我會這樣說 或者 對 這樣 萬記問 第二期什麼時候出 好像初八還是初九 總之過了三年 所以龍哥的意思就是 封面這麼厲害 劇情又去到高潮 然後又過了三年 大家回到香港 報紙黨開了 那就不知道了 都奇怪 因為其實你本身追開那個故事 因為其實都應該跟阿拉菲爾尾的 你本身追開 都沒有理由突然停輸 我叫做 唯一不買 唯一的可能就是 過年前 有些人就 離開了香港 就沒有買輸 所以那個影響是Mabel 1 Mabel 2是過年後出的 所以龍哥才會說 他都不明白為什麼 有些人就 在網上 就猜會不會又是那些 就是印八千書回一萬書那些 那時候出現過這些情況 對了 回書數是多過印書數的 這樣 這樣 阿萬記就說 是不是有些檔口在假期 之後沒有再開 但是買開的 如果那一檔沒有 都會去另一檔買 不如你說起漫畫 報紙檔執了 原廣執了兩間報紙檔 如果現在我想在原廣買報紙 即是買漫畫 買報紙 我不知道在哪裡買 買報紙你便可以 七仔 但你說買漫畫 是雜細 雜細 在那些便利店都有 漫畫 還要是兩檔大的報紙檔都收拾了 有一檔報紙檔很神奇的 他在教育路附近的 有一檔報紙檔 他有海虎買的 他還有海虎買的 那檔報紙檔 他是有新書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是有幾本海虎 買了在那裡 你有沒有買 當然沒有 但其實說真的 現在全香港的報紙檔 都好像剩下三百多 之前訪問就說三百多 三百多 那反而 就算有報紙檔 都不一定是 可能會有漫畫 很多阿公阿婆開的報紙檔 早上賣完報紙就算數 買報紙 即是極其量賣完馬驚 那就沒有其他東西買的了 所以買開書的朋友 當然 前提當然你覺得是值得買你想看的 都夠之前 他們做書都不容易 都不是的 我買了一本垃圾火舞 那你有得選擇的 你就叫你哥哥自己買回 你叫你哥哥自己買回 你可以不買的 如果根據 剛才阿萬劍文 那本《孖寶版》 《孖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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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2月23號 就出的 都有聽眾在窗補充了給孖寶者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今星期的《孖寶版》 我只幫你來到這裡 稍後回來繼續我們的動漫廢物 今星期的題目是 阿掛VT Boy 無重力少年 稍後見 拜拜 拜拜